歡迎收看左相呼籲 我是說你從頭顧為米玉 那我們在今天這節目一開始 不妨先問一下各位 因為畢竟連續兩天 這個台股大盤昨天壓回103點 那今天一樣延續這個跌勢 又持續性下跌的一個59點之多 畢竟針對這連續兩天的一個壓回 我們不妨在這個節目一開始 先問各位針對 為了說我們在近期帶各位操作 甚至包括在我們在在Linead的分享 或提示產生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我們就不妨問一下各位 您賣了沒 賣了沒 那包括我想以在針對這個 我們在從10月份以來 幾乎每一天跟各位做長期追蹤 這檔3406這個郁金光 昨天產生這一趟的這個高檔賣訊 昨天高檔賣訊產生在527塊錢 您賣了嗎 今天郁金光今天是收盤 收到今天那個最低點 收在這522塊錢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3227的原項 前一個波段我們帶各位操作一趟 你說到這個禮拜禮拜一 禮拜一賣訊產生在152塊錢 那您賣了嗎 您賣了嗎 畢竟我想以原相部分今天 今天積極呼呼 收到今天收到今天那個最低點 這一趟 如果說各位 你會買不會賣 你沒有差這個訊號提示的賣點 你沒有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到今天短短三四天差了多少 差了10.5元 一張沒賣你就差了10500塊錢一張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337 是這個精彩一樣 前天禮拜三產生它這一個波段的一個賣訊 賣點當時在66.2拉高 禮拜三產生賣點賣點在82塊7 那畢竟我想針對精彩的部分 如果說各位賣訊一到 你沒有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今天精彩拉回弧度相當深 現在一樣收到今天這個最低 那相對今天一跌 跌了超過5%以上 一天就削掉5%以上 您賣了嗎 甚至包括像這個6510像精測 賣訊前天產生 到今天創低來到這個991塊錢 短短三天差了多少 差了114塊錢 您賣了嗎 一張沒有賣還差多少 114000塊錢 看有沒有差很大 像這個聯勇部分 賣訊232.5 到今天今天是盤中一度大跌超過7%多 後續我想短短三個交易日差多少 差24塊錢 所以說這些個股 我們就不妨在這個節目一開始 先問一下各位 您賣了嗎 您賣了嗎 尤其就是說 歐老師我們在近期 從這個上就是說從前天 大盤創高 創高來到這個12125那個當下 我們就基於 包括就是說 在前天禮拜 禮拜三 就是指數來到這個12125 比如說也持續性改寫一下 最近這30年這個新高 那這個創這個新高 其實歐老師我們在前天 禮拜三的時候 特別特別我們就是說 針對我們給 提示給各位的這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我們是針對各位 因為畢竟股市的一個操作 股市如戰場 那你戰場上一定要有工有手 我們這樣相對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無論如何 會買你也要會賣 那所以說我想我們從前天開始 針對整個操作面 就特別跟各位去提示 針對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你會買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我們特別著重在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如果說各位 我們在前天 針對這個台北大盤 我想這一兩天這個拉回 我想各位你絕對不意外 你絕對不意外 那為什麼不意外 你可以到前天 我們說 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怎麼跟各位講的 前天 連續兩天 創高 大盤創高 那畢竟 連續兩天紅通通 那為了說我們在前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引用 月線管理力這個問題 他已經形成正管理過大 正管理過大 隨即要展開這一趟的一個修正 昨年一修正大跌103 今天又持續性做拉回 那為什麼這個盤會拉回 我想我們在前天就很清楚告訴各位 月線正管理來到這個3.75 3.75 因為畢竟這個網友就是說 訊號 如果說各位 不管大盤不管個股 如果說有訊號的一個提示 提早預支 告知各位你該執行的一個動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訊號對各位的幫助 協助性看有多大 那之所以 這樣子連續兩天做壓回 除了就是說管理率已經來到這3.75 他要隨時做個修正 那畢竟為什麼就是說 針對這個月線的一個管理率 就是月線距離 收盤價距離月線的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其實比較拉太大 正管理太大 那太大我想就是說每一趟 大盤通常在正負2.5 超過2.5以上 就會是那個階段的一個相對高檔區 低於負2.5以下 就會是那一波的一個低檔區 就如同在之前那個10180 當時一樣 負乖離來到這個3點多 等於是負了2.5以下的話 就展開這段強盤 這包含在前一個波段 11月6號 當時指數來到這個11668 就是前一個波段 這個高檔震盪區的這個壓力區 那我想在這個壓力區就是說 在當時連續性一樣天天創高 那創高在11月6號 當時我曉得說我們一樣 透過這個規律很清楚跟各位說的強調 當時11月6號 規律率來到3.57 一樣形成一個叫正規律過大 那正規律過大 它就去展開這一趟 它是用以盤代替的方式 那重點這樣一趟下來 拉回又來到這個259點 前一個波段正規律過大 修正修正了259點 那這個波段我想我們在昨天之前的節目當中 也跟各位講 講得很清楚就是說 以台股大盤在上個禮拜三 越過站上這個高檔震盪區 一個多月的高檔震盪區的這個 壓力的一個後續 代表多方式已經重新做一個展開 多頭盤又做一個開始 這一段高檔震盪是沒有方向 你移多移控 那問題站上之後 代表大盤又重啟 這個多方式 重啟這個多方 當然的話到今天 連續這兩天做壓回 那我們不妨問一下各位 多頭盤多頭架構有沒有去做改變 我想依然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那我想我們在昨天都有跟各位做強調的 你說這趟回撤 拉回 手撐 那第一個支撐我想我們會提供給各位 就是說針對這個十日均線 那今天目前的十日均線是落在11,889 11889 回撤這十日均線守住的一個前提 那當然的話 那個時間點 又會是我們要提供給各位 你高檔賣掉這些個股 你收尾現金的後續 拉回 再做擇優布局的一個 絕佳的一個機會點 那水公針對就是說大盤的部分 多方架構沒有去做改變 這一兩天這個拉回目的無他 就是為了要休息 要做為了要走更長的路 你短線漲多 做修正拉回 那拉回的話 手撐 那依然是各位 逢拉回 而且做到擇優布局的一個timing 那問題這個前提 還是要各位 你高檔 你有賣股票 你有賣股票 所以說我想 針對這個 這個波段台股大盤的一個大展 我想最主要 最大最大的工程當 是落在這個233點的台積電 那台積電我想我們在 連續幾天都有跟各位做強調 這個波段大盤 從這個高檔正上去的低檔 漲到創高 漲了700多點 那問題 台積電一檔就貢獻了50幾% 快捷獻55%的一個占比 台積電漲了45塊錢 占了383點 占大盤漲了383點 所以說 漲也是台積電 跌也是台積電 那問題是說 如果說各位 你針對不同個股 任何各個都沒關係 任何的個股 他相關的一個訊號 如果說你有掌握住 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這個訊號對各位的協助性 看了多大 不管像台積電的部分 我想台積電 昨天我想我們這張圖 在昨天就已經分享給各位 昨天的台積電 他也產生這個波段的一個高檔賣訊 賣出訊號落在這個342塊錢 他歷史高點 前波那個高點是來到345 那等於說他在342塊錢 昨天產生他的一個高檔賣訊 那我想為了說我們在近期 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的操作就是 你沒有各位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操作就是要簡單化 為什麼操作很簡單 我們全面性 根據訊號來執行該做這個動作 賣訊產生做買 賣訊產生做賣 那畢竟真的像台積電部分 賣點昨天產生了後續 昨天賣點342塊錢 昨天是收跌7塊錢 今天繼續跌6塊 我想這個恐慌市都還在走一個延續 你就靜待他 下一趟 賣點產生你再做個回接就OK 賣點產生你先賣一趟賣一趟 修正拉回之後 賣點產生再做回接這個動作就OK 台積電的部分 佔這個台股之所以會漲會跌 所以具有關鍵性的一趟個股 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進行 針對整個一個操作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們從這個禮拜以來 特別特別跟各位留意一個叫 著重在這個叫賣的一個動作 無論如何 高檔你要你要懂得要賣 那重點我想敢買敢賣 低檔區低基期 你要勇敢做買進 相對他已經拉高之後產生高基期 又配合這個賣訊產生 無論如何你要敢買也要敢賣 所以我想 會買也要會賣 我想這個會買會賣 什麼個股該做買 什麼個股該做賣 我們全面性 透過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因為任何一檔標的 不管要漲要跌 全部都是有機可循 所以近期我們帶給各位 這唯一的最大最大策略面的重點 買就買低基期 針對高基期的一些個股 我們在剛剛節目一開始 問各位的這些個股 你賣的嗎 包括像玉金光 精彩原相 精測我想這些個股一樣 全面性處在高基期 高基期 配合賣訊產生 我想這個訊號 對各位的協助性看有多大 該買你可以買的很漂亮 該賣你也可以去做到他們成功 賣的更漂亮 有買有賣這個才在真正獲利 那畢竟我們針對這運行光 這兩個股我想我們從10月份以來 積極呼呼每天跟各位做長期的一個追蹤 包括當時10月9號 前一個波段產生高檔賣訊 488.5 賣訊一到前波玉金光 一修正到392塊錢 一拉回超過100塊 拉回超過100塊 當時如果說各位 你前波沒有賣 再這樣拉回 一張差了10萬塊 後續到了12月5號 他產生這一波的一個回撤的一個買點 買點訊要產生在403.5 403塊半 那當然的話我們操作是很簡單 賣訊一到你就做賣 買點一到你就做買 買進去之後我想 玉金光經過連續兩個禮拜天天漲 拉高不斷不斷做拉高 那拉高到前天 前天我老師我們怎麼這樣告訴各位 前天我們是基於就是說 與玉金光雖然到前天還沒有賣訊 還沒有賣出訊號產生 那重點是說 他這個股價做一個不斷不斷創高 指標多方力道是做一個逐日的一個衰減 那股價一直創高 指標一直衰減 這代表一個就是很標準 再開始在做頭 開始在做頭 做頭的一個背離 那做的背離我們在前天預告各位 要去留意要賣 你要準備要賣 果不其然在昨天產生賣點 賣點產生在527塊錢 今天 今天收版說他今天是最低 今天來到這個522塊錢 這之所以我們才要問各位 您賣了沒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我講這個透過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有買有賣把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這個波段 玉金光兩個禮拜已經拉開 133塊半的獲利價差 尤其你在當時 高檔先賣一趟 這邊高檔488.5賣訊產生當下 你賣個100張 這個波段你可以買回多少 買回120幾張 120幾張 又是創造這個 133塊錢的獲利價差 那這樣子我想 你的獲利 用更低的一個價格 你可以買更多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那一樣 根據訊號有買有賣 買點產生做買 買點產生做賣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輕輕鬆鬆 透過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來達證各位 輕鬆的一個獲利 我想這個各位都是眼見為平 訊號有沒有清清楚楚 那我想這個 任何一檔個股要漲要跌 我想這個訊號就能夠提早來預知 告知各位 讓各位就做到提早準備 該買做買 該賣做賣 就是把這一趟價差做到擷取 那另外包括像原相 我想這檔個股 我們在這個12月6號一樣 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都直接分享 各位在FB社團 買點產生我們做買 後續我想 他到這個禮拜禮拜一產生這個賣訊 那這趟買訊是之後 拉開23塊錢的獲利下差 賣訊一到 那一樣 我們一樣 一開始就問各位 你賣了嗎 如果各位沒有賣 賣點產生 訊號有沒有很清楚 價位有沒有很清楚 這都清清楚楚 到今天炒多少 炒10泊 炒了10塊半 精彩你賣了嗎 這一趟 拉開27%的獲利價差 從上個禮拜禮拜一 我們在盤前相關分享 CIS相關缺貨的改靈股 精彩 一段這樣起來 禮拜三前天產生賣訊 你不賣 禮拜五 一天跌掉5%多 一天差5%多 你看差多少 賣訊清雲楚楚 同心店 一買一賣 賣訊在多少 在143塊半 賣點一到 果然就做壓迴 所以我想我們在進行 帶給各位的操作 一樣很簡單 工具 能夠協助各位 所以不管說 買賣點這個訊號以外 那重點是我想 針對不同階段點 你要去留意 短線波段的這種多空個股 我想這個工序 都能夠在每一天開盤之後 直接來協助各位 去做一趟直接的鎖定 那包括我老師 我們在上個禮拜三分享 各位這兩檔 一檔多一檔空 這兩檔個股 畢竟包括在上個禮拜三 這個波段起漲 這3030的紅塑 買點訊號 波段買點 在223 213 這一趟一拉高 拉高到300塊錢 這一趟也拉開30幾%的價差 那尤其 針對紅塑的部分 我們也分享各位這個 他一樣拉高之後 在前天 禮拜三 他產生他這一個波段的一個 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短多賣訊一到 當然我請各位 你要去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你不賣 你不賣 會買不會賣 我想這工具是可以很清楚 告訴各位 什麼價位該做買 什麼價位該做賣 那紅塑 我想這一趟 已經拉開30幾% 賣訊 短多賣訊 284.5 賣點一到 你執行賣了一個動作 昨天 紅塑拉回5塊 今天又拉回10塊半 短短兩天 你又差15塊 又差了個15塊半 那另外針對這個走空 這檔破爛起跌上 潛頂的部分 賣訊一到 天天拉回連跌6天 拉回多少 26.2% 所以說 這個工具就可以很清楚來協助各位 什麼個股走多 什麼個股走空 我想這個就是說 針對多空 壁壘分明 什麼個股你該做買 什麼個股你要留意去賣 甚至做空的一個動作 像潛頂一拉回 一禮拜 相當二十六拋 尤其像潛頂的 短多賣點產生了 你這檔如果空的話 回補點也到了 去做回補 那大花像這個精測的部分 賣訊 1105 短短三天 差多少 差84塊 這是之所以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 會買你也要會賣 連勇一拉回 24塊半 一插三缸 一插十八塊 一胸 柯家 賣訊一到就是拉回 我們近期陸陸續續分享 興趣也就是拉回 所以我想在這個基本點 說各位 你就說 在趁這個大盤做個回撤 多幫 這一個架構沒有去做改變 那重點我想 你無論如何 產生高檔賣訊的一些個股 我們高檔先賣一趟 你先賣一趟 你才有這個充分的一個資金 靜待這個大盤回撤 回撤完成之後 產生下一趟的一個買點的一個當下 你也才有這個新的這個資金 你高檔有賣 才有這個資金 來針對一些個股來做個鎖定 那畢竟 下一趟我想針對 不管是說 下一檔的預星光在哪裡 精彩在哪裡 甚至不知道像原項在哪裡 我老實說我們都協助各位準備好了 工具就可以很輕鬆來協助各位 標股在哪裡 全部都在工具裡面 那我老實說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上有提供給各位 我們這個年中 最大最大的一個回饋的這個專案 自己的紅包 年中紅包自己賺 那我老實說我們就在今天一樣 提供給各位 你費費多少 你自己決定 自己做一個開價 把握住 今年這一趟 最彪悍不管是說選舉行情 年中紅包行情 我想這一趟 最彪悍的一趟 無論如何 請各位不要缺席 你要做一定的一個參與 那重點我想 針對哪一些個股來說鎖定 我想透過這工具 不管選股 不管買賣點 我想都可以很輕鬆來協助各位 那針對今天這個我們這個活動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今年度最大最大的這個回饋的這個專案 就是說會費 你自己做一個決定 加入會員 馬上你就可以擁有 我們這套這個草版工具 好 今天這部告一段 祝各位下期 覺得大家愉快 我們下期見